其實是針對50歲到69歲的民眾然後做的這個調查 結果其實我們發現呢不管是在生理或是心理上 其實對老化這個事情抱著比較正向態度的這些熟齡族的朋友 其實他們的飲食習慣相對來說也是比較佳 例如說覺得我70歲才算老的這些朋友 其實他們的蔬果其實都攝取比較足 但是其實我們也發現一個問題喔 就是不管他們吃的這些蔬果量跟年輕人比 還是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但是仍然是沒有達到衛生福利部建議的最低攝取量 所以這其實也是比較要注意的部分 董事基金會在7月間針對全台300位50歲到60歲的熟齡族調查發現 熟齡族雖然叫年輕人吃更多的蔬果 平均每天1.3份水果和2.1份蔬菜 但仍低於衛生福利部建議的量至少2份水果和3份蔬菜 調查結果也發現吃蔬果越多的人 無齡感的分數越高 感覺自己越年輕 董事基金會上午召開記者會 建議50歲以上的熟齡族 想要身體無齡 就要記得攝取足量的蔬菜水果和減糖 其實如果是以這個熟齡族的朋友的話 他們大概平均來說大概是攝取大概不到1.5份的水果 但是我們的衛生福利部建議的最低最低的攝取量其實是2份 所以都是還差了一點點 所以在差了這一點點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覺得如果在早餐或是白天的時候就是多吃一些水果 記者杜鑑州台北報導 記者按照